苹果软件如何升级到最新版本呢 点击立即升级 点击立即升级之后 进入到这个软件的下载界面 我们在这里选择MS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MS出现了最新的升级版本 我们需要下载这个6月28号的点击download了 点击download完之后 我们需要找到这个软件的安装包 双击两下 那这样的话 软件就会出现 正在打开该下载的安装包 那首先呢 如何升级呢 把这个图标拖进这个Homely Software的这个folder里面 我们会看到它会出现 是否需要替换 选择替换之后 那这样的话 目前的话 它正在的话替换原本的安装包和原本的程序 好 在这里替换完成之后 我们只需要关掉这个界面 然后打开软件的翻得 那就是苹果的这个图标 点开翻得 我们在这里面从翻得里面我们需要找到这个翻得里面的我们打开之后找到这个应用程序 注意这里呢叫应用程序 然后找到翻得在这里呢 用右键打开它 第一次显示的话是无法显示把它关闭啊 再用右键再点一下选择打开 这样的话就可以正常打开软件的这个升级版本了 好 点击确认就好 这样的话加载完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样的话软件就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如何查看呢 点击这个 好 我们把它关闭啊 我们点击这个窗口 嗯 在这边显示1.418就是软件